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说苏孙等人又有顾命遗诏在手 可以自行费力 找个借口把小皇帝宰存废掉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有的学者提出来的观念 说苏孙等人很容易就可以治罪慈禧太后 治罪共青王隐心 可以把小皇帝来废掉 那么这个说法很明显 就是太小是正统皇亲思想 对于人们的影响了 那么忽视了正统皇亲思想 在社会政治生活当中的巨大的这种作用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多说几句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这个顾命的故事 就是顾命的传统 那么顾命这个词 就是前面讲的顾命大臣 顾命这个词 渊渊很早 很早就有 那么在这个上书当中 专门有一个顾命篇 那么在这个上书周书当中 有一段记载 他的记载是这样 说成王将崩 命昭公毕公率诸侯 向康王做顾命 什么意思 就是在周成王即将崩世的时候 临死之前 命令昭公和毕公 率领着诸侯 辅佐康王 那么这个叫做顾命 那么按照这个唐朝 这个孔应达 他的解释 什么呢 叫做临终之命 约顾命 就是一个人临死之前 是吧 告诉一个人 嘱托一个人 做什么事情 这叫顾命 那么如果讲到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的顾命的 这个事 人们首先想到的 或者精精乐道的是谁呢 应该是刘备在白地城 向诸葛亮脱孤一世 那么据史料记载 刘备在临死之前 向诸葛亮讲 说如果他的儿子 刘缠 可以进行辅佐 那么你就辅佐他 说如其不才 均可自取 刘缠 如果说这个人呢 不才 扶不起来 那么你可以取代他 做皇帝 这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 那么诸葛亮听完之后 当时马上就磕头 说 皇帝对我有三股毛鲁之恩 还有知语之恩 是吧 说我自己 必当呢 节 古功之力 孝忠贞之节 祭之以死 我要全力的 去辅佐 刘缠 那么最后呢 诸葛亮 为了刘备的江山大业 我们讲是 鞠躬尽瘁 为了刘备死而后裕 就说诸葛亮 就从来没有 什么想法 要取代刘缠 自己来做皇帝 没有这个取而代之 这种思想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诸葛亮的这种 正统皇帝思想 也是非常严重 那诸葛亮 那么他有 是吧 就是刘备给了诸葛亮 一个 如其不才 均可自取 给了他这种一个权力 那么但是 咸宫皇帝临死之前 命令苏顺等人 赞向政务 辅佐代纯 他并没有这种权力 苏顺等人 没有这种权力 那么我们先不讲 苏顺等人 是不是 有这种能力 废掉 小皇帝代纯 那么就当时情况来看 苏顺等人 他有这个想法 就说有这个贼心 没这个贼心 没这个贼胆 他不敢轻易的 废掉这个小皇帝 我们还是说 我们回顾一下 整个中国近代的 整个中国历史 是吧 就是你看一看 哪一个朝代 是吧 如果说出现了 一些大臣 篡位 改朝换代 在什么情况下 什么情况之下 出现了呢 就是当这个王朝 出于一个封建末期 已经衰亡了 那么这个大臣 掌握着极其强大的 军事实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才敢于 做一个这种尝试 就是他们在尝试的时候 废军自立的时候 也要必须要打出 自己是应天命 顺人心的 这么一个堂皇旗号 你比方讲 东汉的王莽篡汉 他也讲 他是代表天命 是吧 赵匡印 是吧 陈条兵变 黄袍加深 也是说 他是代表天命的 他都要打着 是吧 顺天命的 这种皇权的 这种旗号 那么反过来 我们看宋顺 短 这个宰元端华 那么这些人 很明显是 不具备这种条件 那就是废掉 这个 在纯 是吧 自立为王 自立为皇帝 没有这种权力 也没有这种条件 就是苏顺等人 之所以能够掌握 清政府的部分大权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打着 是怎么样维护皇权 是表现出 他们对皇权的有忠诚 是吧 我们可以试想 如果说 苏顺等人 颁布一个诏书 是吧 要制罪 慈禧太后 慈安太后 要制罪 这个 义心 那么慈禧后 慈安太后 不盖这个章 那就是非法的 这个预制发都发不出去 怎么能够制罪 这个 慈禧太后等人呢 那么至于讲到 苏顺等人 随便找个借口 就可以把小皇帝废掉 这个在当时 苏顺等人看来 可以说是他们不敢想的 绝对不敢想 如果说苏顺等人 有这种思想 那么最后被杀的 不仅仅是苏顺 端华 宰元 他们这个个人 是吧 那么他会受到一个 满门超战 霍连九族的这么一种 非常严厉的一种惩处 苏顺等人 在当时 他是不可能做这种 这个动作的 那么因此我讲了 这个正统皇权思想啊 在新有政变当中影响 绝不可以低估 那么这个正统皇权思想 在这个新有政变之前 可以说呢 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那么这个苏顺 他们讲 他们的权利呢 是来自于这个 咸丰皇帝 那么主要是说呢 咸丰皇帝有一个遗诏 命令苏顺等人呢 来这个算向政务 那么但是这个事情 那么在很多清政府的官员 这个认识上 那么认识跟苏顺等人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就是清政府内部的 王公大臣 包括很多官员 对于咸丰皇帝这个遗诏 表示怀疑 表示怀疑 那么首先 对咸丰皇帝的一个遗诏 表示怀疑 表示不满的 就是清政府的晋之亲王 就是咸丰皇帝 这个 这个兄弟们 是吧 在同父异母的这些兄弟们 那么首先表示不满的 就是公秦王一心 那么公秦王一心 是咸丰皇帝的六弟 同父异母的兄弟 那么是同治皇帝的这个六叔 那么在1860年 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当中 是吧 那么这个咸丰皇帝呢 逃到了热河 那么命令这个 这个 一心呢 在北京同英法联军议和 那么这个一心 同英法联军议和之后 英法联军从北京撤军了 那么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 一心对于秦王朝是有大功的 叫做定难之功 清军呢 从北京很快撤军了 那么按照人们的一个想法 无论如何 公秦王一心 都不能够被排除在 清政府的最高权力之外 那么咸丰皇帝 出于某种考虑 是吧 没有把一心安排在最高权力当中 一心本人非常不满 那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一心不满 那么其他的禁之秦王 同样也是很不满 那么有史料记载 就说当时这个苏顺呢 在热河的时候 以割车的形式来罢工 是吧 同慈禧太后对抗 那么慈禧太后呢 感到很为难 是吧 一看在热河 周围都是苏顺的人 感到自己呀 没有人帮助自己 那么这个慈禧太后啊 就和这个 纯郡王一宣的这个福建 来说 这个纯郡王一宣的福建 就是他的夫人 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那么这个慈禧太后 就向这个一宣的这个亲妹 向这个一宣的这个福建说 说苏顺等人是吧 欺我至此 这么欺负我们 我家独无人乎 那么我们家中就没有人了吗 那么然后这个福建就说 说七爷在此 就是纯郡王老七嘛 这个纯郡王一宣在此 那么这样 慈禧太后就命令纯郡王来进监 就讨论了怎么样对付苏顺 那么纯郡王又向慈禧太后讲 说此事非公王不办 说这个事情 一定要找公秦王 找他的六哥 公秦王 这个一心来办 那么还有任何密闸记载 说当时啊 这个纯郡王呢 就是非常不满意 就放出话来说 说四进城讲话 说等回了北京以后再说 是吧 那么再跟苏顺等人来算账 那么这个时候慧亲王绵遇 那么就赶快制止他 制止这个纯郡王一宣 说你不要 不要多说话 何止之 免得与多 这个有失 那么由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为了维护皇权 禁止亲王已经决心要联合起来 共同的对付苏顺了 这是禁止亲王的不满 那么至于清城 清政府内部 这些清庭的元老众臣 这清政府的重要大官吏 他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 这个清庭的元老众臣 对于素顺等人 也表现出了非常大的不满 也表现出了怀疑 例如像这个大学士 贾珍 周祖培 像户部尚书 沈兆林 刑部尚书 赵光 那么都是这样 那么清庭当中 对于素顺等人 表示强烈不满的 一个代表人物 是当时的一个户部郎中 叫做李慈明 那么李慈明 他就讲了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 中外多事之秋 那么小皇帝 又不能够直接处理政务 那么这个外臣 又很难同皇帝见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太后 不能够垂帘听政 代替皇帝来行使政权 而是由素顺等八个大臣 代替皇帝 来丙彼于舒服 就是由他们执彼 在军机处来拟址 他说这样做呀 就会导致一个危险之下 什么危险之下呢 就必然会导致 宫廷隔绝 上下相移 会出现这种危险之下 那么他说 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就必须呢 要舍经用权 要做一个权宜之计 要变法 怎么变法呢 就是由皇太后 出面来临朝听政 那么由着太后呢 来召见百官 他说只有这样 才能够免萧强之祸 无设计之忧 那么李思明的这个担心呢 应该说 在当时是具有一个很大的普遍性 代表了相当一批 清政府官员的这种看法 那么苏顺 那么这些人他们讲 说这小皇帝 虽然年龄很小 但是这人很聪明 那么小皇帝完全可以 那么处理朝政 那么这个苏顺等人呢 那么是吹捧这小皇上 那么但是李思明等人认为 说这个小皇上现在年龄很小 那么原来的史料是说呢 说如此何之 这么一个小孩 他知道什么呢 也就是说 小皇帝还不能够直接处理政务 那么在这个地方 李思明等官员 他并不是对小皇帝的政治能力 表示怀疑 他也不敢 那么实际上他担心的是什么呢 他是担心诉许这些大臣 是吧 有可能趁机把持清王朝的政权 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担忧 那么他说 由肃顺等人来起草御址 然后皇太后盖上同道堂 和这个御赏的章 他说广盖个章啊 不能够证明 这个御址就是代表了 皇太后的意志 代表了小皇帝的意志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大臣 不了解你这清醒 最高阶层是怎么样运作的 那么因此 李思明等人 就提出来 应该由皇太后 出面来 临朝 理政 那么对苏顺等人呢 表输了很大的一种 不满啊 或者怀疑 那么另外 导致这些清庭众臣 对苏顺等人呢 表示怀疑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就是苏顺说 他们是受咸丰皇帝的这个遗命 来这个处理朝政 赞向政务 那么李思明这些人认为啊 说这个遗命 是在咸丰皇帝并危的时候 是吧 是在仓促之间 所确定的 他说呢 咸丰皇帝 审则所游 臣民未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咸丰皇帝 之所以选择苏顺等人 命令他们来这个 辅佐 咸丰 辅佐这个宰 辅佐的小皇帝 至于他的原因和理由 那么普通的臣民并不了解 不知道先丰皇帝 是出一种什么考虑 选择了苏顺等人 那么因此 按照李思明这些人的一个想法 或者他们的看法 他们认为呢 苏顺等人 很可能呢 是冒一命 已故政权 随甲亡言 石油思义 就是说啊 苏顺等人呢 是假借 咸丰皇帝 这个说法 假借 咸丰皇帝的名义 实际上呢 是为了自己 这个篡权 出于自己的一些 私心杂念 私意 那么李思明 还提出一点 他感到很值得怀疑 什么呢 就说 清政府的 清王朝的禁止清王 有些很尊贵的 向惠清王绵运 那么和清朝皇帝 关系很近的 公秦王 义新 同志皇帝的六叔 是吧 都没有能够参与 这个赞乡政务 这个八大臣 没有能够参与 这个清政府最高权力的 这种 这种执行啊 这个处理 没有能够参与到 清政府的最高权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使一些人 就是怀疑 就是所谓咸丰皇帝 这个遗旨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而且他们还提出来 说速顺这些人讲 说他们呢 是奉旨 来替皇帝 起草御旨 那么这李思明讲 说实际上 赛元和这个端华 那么都不是军级大臣 那么按照清智 不是军级大臣 就没有权力起草上誉 那就说 你们这些人 根本就不是军级大臣 你们怎么能够代替皇帝 来起草上誉呢 那么就说 李思明这些人呢 就是力图 是吧 否定掉 速顺等人 受一命 来赞行政务的 这种光环 就认为他们没有这种资格 那么这是当时啊 这个清晴啊 有些大臣呢 那么对于这个 速顺等人 是吧 赞行政务 对这个遗诏呢 表示怀疑 对速顺等人呢 表示不满 那么再次 那么再一点 就是清政府内部 这一部